看鬆吃飯 看鬆吃飯 今天聽過一個說話 女人有兩個位置 一個用來吃正餐, 一個用來吃甜品 不想, 今天很期待 Margaret師傅做的法式檸檬撻 Margaret師傅, 有這麼多法式甜品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法式檸檬撻? 因為撻在法國菜 經常出現鹹又有, 甜又有 加上最近天氣滿意 做檸檬的開胃 好, 清新 沒錯 我們首先預備了撻皮 今天我們原汁原味 我們所有由零開始都是自己做的 好 首先我們需要一些中筋粉 這裡可以放少許鹽 大概四分一茶匙 其實一定要加鹽才能有鹹鹹的味道 對, 它很有趣 對, 調出少許鹹味 當然是甜品, 所以我們也要加點糖 加點砂糖 原來皮也要加糖 對, 你可以加, 可以不加 不加的話, 它只是鹹批的牛油皮 對, 既然做甜品也想加一點甜 但留意不要加太多糖 待會很容易會散掉 太多糖就會散掉 對…好, 接著當然不行了 好, 你最喜歡的牛油 對, 當然要 很多牛油 少許的了 如果怕肥, 可否減少份量? 不可以 對, 說得對, 真的不行 一定不行 對, 因為可以的情況下 其實我自己也減少了 但因為始終我們今天的牛油做什麼呢 就是令你的皮皮鬆化 香 對, 所以如果你不夠牛油 你出來的皮皮就會很緊 但我看到你這個技巧 是把冷的牛油放進去 為什麼要把它捏起來 對, 因為現在我做什麼 就是把麵粉拌勻 其實盡量切進去 切, 叫做把牛油放進去 沒錯, 讓它和粉可以充分地搏勻 所以你看到是一直這樣搓 就一定不要用溶掉的牛油 不行, 千萬不要… 一定要冷的牛油 你看其實用手都快 現在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了 你看到牛油已經捏起來 看不到有大狗就行了 好, 接著我們就要給水了 壓水 水的比例是怎樣? 經常都覺得很難掌握 其實不用多, 但一定要加 因為我也曾經過 我以為搓完後, 可能天氣比較暖 但夏天我真的不建議你做這個太平 真的搞不定 是不是油會溶? 對, 不停溶, 真的很難搞 但有時候天氣相對比較暖 我試過有一次下沙嵐後 我以為很濕, 不用給水了 誰知道就出事了 因為沒有水的話, 筋出不了 筋出不了? 對, 麵粉的筋出不了 怎麼知道它出了筋味呢? 其實它可以黏起來, 不會散 對, 如果你完全什麼水都不給的話 因為你最初捏的筋味就覺得可以 其實到你焗完後 不要說焗, 焗也焗不到 就是水濕濕的 對, 到下一個步驟 我嘗試把它搓出來 然後滾的皮已經滾不到 最好都搓不到了 搓不到了 可否這樣說, 形容它有根性 是 就是說它黏度要夠強 沒錯… 沒錯, 對了 你也一定要有一點點的根性 令皮好像碎一樣 對, 也很碎 對, 剛才我下了水之後 其實你這樣搓幾搓 它已經可以混合 開始有一點黏 但你不是加了很多水 其實不用多的 太多了, 你會再硬頭 對, 會再硬頭 而且它變得太濕 你又會滾不到 而且我看到滾的過程 有時候會快點粉 你不用加一點粉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只要不黏, 你千萬不要亂加粉 因為有時候, 可能平時看人家 會有型, 十五多份 十五就是錯的 但是你改變了整個比例 越來越多份 對, 越來越多份 只要乾就散了 你看看, 已經黏了 我們趁它軟軟的時 就可以把它壓扁 方便一會兒把它滾下來 大概這樣厚度 包好放進冰箱 等它大概半個小時 或者等它硬了 還要給它時間休息 就可以下來滾 下一個步驟是怎樣的呢 對, 這個已經冷了一會兒 你看到它比較緊 整塊板 對, 整塊板, 這樣就對了 因為如果太軟 一會兒滾幾滾 牛油開始軟身 你就很難控制 所以你硬地按下去 可以輕輕留下手指印 就開工了, 好嗎? 我們方便一點 我佔了一張這些牛油紙 之餘我們也要加一點粉 真的要加粉 不可以讓它黏住 不, 你的皮會完全崩潰 掉不出來也放不下去 沒錯 對, 現在我們吵點 先, 我要先打一下 好 為什麼要打它呢? 因為現在它很硬, 我滾不開 如果你硬地滾, 它會爆開 好嗎? 其實你打一下, 它會開始鬆 所以你別說拿出來的時候很硬 於是你再放室溫 我再放一會兒, 不行 起不出來 因為它會變軟了, 好嗎? 這麼小, 我們反一反 好, 現在開始已經感覺到它軟了很多 這個時候我可以把它拌開 等一下它要拌開 對 對, 一點點裂痕就不需要加熱 但是如果它開始很深 你真的要不斷 那是不是要重新再拆開 加水 我之前也試過 但是它會焗出來就裂了 對 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這也是有些技巧的 如果你要趁它未蔓延 你就要修補 加水就不行 因為加水令它很濕 我們現在的水份份量已經夠了 好, 接著這個時候 我們差不多可以反一反 麻煩你 第二次將牛油絲給我 對, 蓋住它 我可以方便把它翻轉 為什麼要翻轉 因為它開始黏了, 你看嗎? 對, 是的 對, 如果你不算脫掉它 它其實會拌不開, 黏住它 但是黏住, 你拿起時 紙都要小心, 慢慢拿出來 對, 要很溫柔, 慢慢拿 對, 如果你很好放 這樣呢? 我那時候會逐個逐個黏在這個直上 對, 很臭 因為太難了 它會爛掉 爛掉了 其實它要掌握時間 要不然它溶化了 其實基本上很難 好像這麼完整地放進去 對 記得淋拿出來前, 再翻多一次 不然待會又黏了底 好, 這裡也撒一點粉 我要保持撒粉 對 這個步驟 少許, 每一次都加一點 然後我們又翻一轉, 好嗎? 所以為什麼有紙夾著呢 你就可以方便一點, 方便很多 如果你用徒手, 應該有很大機會 很困難斷 困難斷了 但有時候我很害怕說得太硬 很難去搓, 要不然先放一會 所以剛才這樣砍就可以了 你如果覺得硬, 砍一砍就行了 砍一砍就鬆了 你現在摸到它, 其實它仍然有硬 好, 接著我們可以拿這個拌棍幫手 把它用紙拿起來, 慢慢捲起來 麻煩Iris放一個盤過來 是, 紙都放進去 對, 放進去 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 就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我平時就這樣拿起就很難 靈胸放進去, 好嗎? 然後你現在就叫做… 好了, 我真的鬆口氣了 現在我們輕輕地把它推下去 這樣就貼著那個撻殼 讓它可以完全有這些撻殼 就可以貼住它 很漂亮, 很平均 那個厚薄也很一致 對, 盡量, 希望 很好 所以今天教大家 就用兩張牛子幫忙去翻 你就容易操作一點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 把它多餘這些, 弄走它 慢慢壓出來 你想那邊厚一點, 穩陣一點 你輕輕地推進去 推進去才按 好, 那我們這些 不要浪費, 我先保持它 這是福奇餅 對, 福奇餅, 根本就是… 其實我發覺 其實那個撻殼的餡料比餡料更難 對, 你說得非常對 所以這個我現在比較… 鬆口氣 鬆口氣, 好嗎? 好,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邊 捏緊它 因為現在它中間有空間 我們一定要捏緊它 否則它會撻殼的, 焗的時候 因為它會溶 再做一個步驟, 我們用叉子 打開洞 梳氣, 是嗎? 沒錯 因為你焗的期間 它有水分, 會變成蒸氣 所以我們把洞子打開, 讓它疏起來 還有一個就是它焗完的時候 會撥起了 那你就要有原因, 怎麼做呢? 其實我會建議去到這個階段 不要急著馬上有步驟 因為有機會你玩完這麼久 皮其實開始軟了 如果你現在一入爐 在這種狀態, 皮都軟了 它會馬上溶 你會想, 為什麼這麼漂亮? 突然間全部完全崩潰了 你看到它已經變成… 一片曲奇餅, 好嗎? 所以你最穩定是放在雪櫃 放它去硬 放它去硬 在其中間就打開烤爐 然後到了, 可能半小時後 它都硬了 你才拿出來放在烤爐 就沒有這個問題 經常要冷住它 這樣就變曲奇了 沒錯, 對 但是像你說的, 回應你剛才 它有時候焗完會撞起 會撞起, 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怎麼辦 因為撞起, 一個問題就是 當它冷了之後 它會變得硬脆 你嘗試, 你以為一按就行了 就碎了 對 不要緊, 到空旗餅就這樣拿著來吃 你想解決問題很簡單 我們可以找一些 任何重量的物品都可以 豆類都可以 對, 豆類便宜 還有選一些大顆, 別小顆的 就是有重量 它都放在 不是我試過放在批殼裡 好 還有煎一張牛油紙 這樣就可以拿去焗 要焗多久和多少度呢? 攝氏180度 焗大概20至25分鐘就可以了 Margaret師傅很餓, 吃得了什麼? 多等一會 我給你一些曲奇, 你先吃吧 這個批餡就完成了, 算是成功 也可以有撻殼的形狀出來 我們可以預備餡料 等餡料等到頸子長起來 放心, 很香, 那個檸檬味 檸檬, 當然 我們一隻的檸檬 我就刮了皮出來, 像這些 這樣拿著香味 皮是蒸水 對, 才是最香的檸檬味 也有檸檬汁, 當然 我們也需要糖, 雞蛋 雞蛋, 先把它發均勻 好, 攪好雞蛋 然後可以放點雲呢拿 這個也是蒸水, 很香 很香, 對 我們可以把中間的紙刮出來 刮出來就可以了 對 最主要是用這些紙 是 好, 接著可以把它發均勻 像是黑松露炒蛋 對, 其實這個很香 好, 接著可以加些砂糖 當然, 我們可以加上這些檸檬汁 因為你其實檸檬汁比例也很多 對, 因為檸檬汁 所以如果你沒有明顯的酸味 你又不覺得像在吃檸檬汁 所以沒辦法了, 不好意思 這個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糖 把它燉均勻 好, 接著是法國菜 好, 掌牛油當然不少 要忌廉 對, 我們很大的忌廉 很豐盛的忌廉 對, 我們快手把它拌勻 你一定會看到 因為忌廉加這麼多酸 它會有一點好像起了顆粒 不需要擔心 它焗的時候會變滑 會融起來 會融起來 而且如果你想它再出來 會變滑一點 其實可以拿一個篩子過來 對 過一個篩子 過一個篩 對, 那些雲呢拿紙會沒有嗎 不會, 因為那些雲呢拿紙很幼 所以也能過得到, 好嗎? 我也建議過一過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的雞蛋 它都有些筋 所以其實過一過 而且解決了 就是剛才你們擔心的問題 就是那些忌廉好像… 凝固了 凝固了 現在這樣過完 它就會變滑了 很滑 其實是否過了幾次 再滑一點呢? 不需要一次就可以 對 而且你也不想玩太多 因為你弄得太久 就怕忌廉會變滑 好, 那剛才的… 好, 完成 粉底辣子過了 好, 你想香一點 剛才那些檸檬皮碎 這個時候加上去, 好嗎? 好, 然後就可以… 上進去了 幸好, 拿個焗盤才穩固 待會我放餡料 就搞不定了 對, 太多了, 我放不定了 好, 這裡 放在你旁邊 好, 放在你旁邊 好, 然後可以把餡料倒進去 好嗎? 對 好漂亮 你不用擔心剛才的皮 就刺了一層 其實它剛才焗的期間 它已經完全熟了 好嗎?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拿進去焗爐 這個低溫 攝氏150度左右 焗至凝固 你需要大概40至50分鐘左右 好嗎? 記得, 低溫 好, 這個就是今天 跟大家示範的 法式檸檬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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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